他长得美 他的人又很可爱可亲 他又很有耐性 这个是不是有免费? 不是 在商业计划书里面 有什么9个很重要的观点 很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是 当我们还没有写商业计划书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我们要先执照 今天我们要成立的企业 到底有没有解决市场的痛点 很多人在市场是怎样 人家做我就跟着做 然后你去跟人家同样的做 你只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打价钱战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要帮市场解决什么痛点 你就个人认为 觉得人家做得好 好像很好卖 你就去做 就好像在MCO过程里面 也有很多人 会成立一些很多的新的企业 他就觉得我在解决市场的痛点 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 到底你的产品适合什么人用 到底你的产品可以帮助到什么群的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在写商业计划书的过程 第一个我们要很精准地了解 我们要帮什么顾客 我们要帮顾客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完过后了 你必须要去考虑 到底今天我想解决这几个痛点 在市场有什么存在的解决 有什么存在的解决 因为你讲有痛点吗 痛点必有人在解决住 对吗 一定市场有一些解决 一些产品在解决这些痛点的 这样他们是谁 你知道他们这些人在解决的痛点 假设你列出三到四个痛点 但是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服务部 不可能没有人要解决完全部了 有人是解决一个两个三个 对吗 这样你要看一下市场的存在解决是什么 了解了对手 了解了市场如何解决这个痛点 你就要看回头自己 我今天要出来做 我跟这群人在解决问题有什么区分 有什么分别 我的亮点是什么 我跟他们的差异化是什么 你可以去思考 就是可能你的拍摄手法 可能你的强项是 我有很多不一样的environment 可以让他们去做 我有很多的故事情节 我跟别人的区分是 很多人拍照叫你 做出这样笑 有的人拍照是一个storyboard 它拍成一个故事性的连环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市场的区分 你也必须要去了解 好吗 所以了解了你跟市场的区分 了解了痛点 了解了市场存在的解决 你最重要的了解 今天我要去做validation 我要去validate 因为每一个idea必须要被认证嘛 看到底市场需不需要 这样你在做validation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如何的去评估 到底市场愿不愿意买我的产品 所以了解了这四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今天第一个要了解的是 如果今天我要出来市场 谁会是我的first early adopter 就是今天我这个产品一推广 就谁会第一个来给我购买的 OK 所以我们只是要去讲一下 比较精准的 他会要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今天我出来 谁会support我 谁会有这个需求的 他要很精准的去找到他的first early adopter 这些很重要 然后了解了他的first early adopter 他必须要了解 今天这些 early adopter进来 到底我的market segmentation是谁 他的顾客群就是可能是 35岁 女性 企业家 怎样怎样 让他去找出他的avatar 他的顾客长成什么样的 为什么要我的产品的 他就会去设计他的script 来如何的卖给他们 如何的把他的产品 把他的服务销售给他们 精准的去做他的marketing 精准的去做他的targeting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要去找到他未来的潜在的顾客 就是第二个我们讲的market segmentation 好吗 他的customer segmentation 然后呢 他必须要了解 他跟别人有什么区分 到底他的unpare advantage是什么 所以他的unpare advantage可能是什么 他长得美 他的人又很可爱可亲 他又很有耐性 这个是不是unpare advantage 不是 这个只是性格上 但是他也是一个加分 可能他的unpare advantage是 他是一个doctor 哇 从来我没有看过一个doctor 是一个astrologist的 所以doctor可能是不是unpare advantage 如果你是一个doctor 告诉了人家 第一个 你是professional 第二个 你告诉了人家 你是会守privacy的人 你这些也是一些unpare advantage 所以这些也是一些你可以去思考的 在你写你的商业计划书的时候 你要很精准的了解 不要只是会评估市场 你有没有评估回你自己 你有没有评估回你的企业 然后呢 你还要想的是什么 假设我给你10分钟 你如何的精准的去介绍自己 OK 就是你的elevator pitch 如何的在10秒钟到15秒里面 精准的介绍自己 让你知道你的精准的定位 你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是你 你要有本事去crop out这个问题 OK 然后还有关键的就是 你也必须要去探讨 到底你的成本的架构 我要聘请几个人 成立这家企业 每个月的费用要几多 我的cost structure 我要很精准的去设计出来 然后我还要了解什么 我如何的赚钱 我的盈利从哪里来 我的revenue stream从哪里来 这些就是一些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是 在商业计划书里面 如果你不了解如何的去 精准的写一份 business plan 写一份pitch tag OK 你们可以来咨询我的团队 我们有开课程 教人教如何的去写商业计划书